哈囉大家好我是岳 那今天要來開訪日本LOFTOW的BESTO COSMET 那他們的評選呢就是在LOFTOW2023年賣的最好的彩妝 以及他們的採購推薦的一些品項 然後來完成這一份名單 那LOFTOW的話呢相信大家去日本也一定會逛 那當然也是日本女生平常會去買彩妝的地方 所以我覺得這一份清單非常值得參考 那如果有興趣的話我們就去看下去吧 底妝是這一顆INCE的氣墊 那榜上的話是霧面版本的是藍色包裝 然後我手上這個是光澤版本的 那霧面那一顆的話好像是後來比較新出的 但是因為這一顆光澤版其實我覺得也很好用 所以想說今天也可以直接用這一顆來上底妝 它是比較潤澤保濕的感覺 非常的貼膚 那我平常沾完後呢都會在這個隔板稍微暈一下 那裡面有淡淡的香味但不會到很刺鼻 我覺得這顆氣墊它是屬於妝感不會很厚重 雖然它是光澤型底妝 但是它不會是把整個臉搞得很油的那一種 所以看起來的話是還蠻自然的一個奶油肌 遮瑕力大概有個六七成左右 有可能也是因為我這一顆比較白的關係 所以黑眼圈一定是還要在另外膠色跟遮瑕 但如果是斑點的話我覺得遮得差不多了 那眼周的暗沉也是修飾了很多 像我這附近是比較多一些咖啡色的色素沉澱 這一顆我覺得它整體算是妝感很輕薄 就是不會讓皮膚有那種無法呼吸的感覺 但是呢它真的又很保濕很貼膚 那我兩邊底妝差不多完成 即使是光澤肌它也不會強烈到太過頭 那像現在冬天我是乾肌的話 我就會再舉步稍微頂個妝 保留它在臉上的這種奶油肌光澤感 再來是眉毛然後我們有一日一寒 那是這兩支 這一支是Roman的染眉膏 然後這一支是Kiss Me Kiss Me的染眉膏我在前兩支影片剛好有推薦過 那因為這兩支都有上榜 我想說就一邊用韓系一邊用日系 然後來看一下差別 Kiss Me的話真的就是國民染眉膏 在日本的話到現在都賣得非常好 它的刷頭膏體不會太多之外呢 然後顏色也非常的好看 再來是這一支Roman的染眉膏 這一支也是我最近才剛買的 那這支顏色呢就明顯看起來比較偏淡一點 但它的刷頭也是非常好用的 然後膏體也不會太多 非常好控制 我覺得這兩支啊先無關選色的話 它們其實性質超級不一樣 那Kiss Me會紅這麼久 是我看到它自己也寫說它們是特調的棕色 所以一般我們要找棕色的染眉膏 在Kiss Me就可以找到很好看的顏色 那它染起來的話整體是比較自然的感覺 除了上色之外呢 它還是會保留一點原神感 Roman這邊的話呢 其實我沒有特意挑比較淺的顏色 是它整系列的顏色其實都是這樣比較偏淡的 因為它最大的特色就是它可以幫你把你的眉毛顏色蓋過去 因為最近日本出了很多眉毛的遮瑕膏 會想要先把毛的顏色完全蓋過去 然後再去畫自己想要的顏色 就是像現在出了很多顏色的眉粉等等 就是想要讓它們更融合 它這一個會紅的原因也是因為它遮瑕能力非常好 可以看到這邊的話 它幾乎是把我黑色的眉毛直接全部蓋過去 那這邊的話比較像是把顏色夾上去 可是它沒有把我的眉毛整個顏色去覆蓋 這隻Roman在調色上要稍微留意一下 因為它有幾個顏色色號是比較黃一點的 因為我其實是直接在官方蝦皮買 所以我特別先去看四色 在日本最紅的色號是3號跟5號 那我這隻是3號 其實我是比較想買5號 可是台灣好像沒有上市 那如果這兩個色號以外的話 它有一些看起來顏色是比較偏黃一點的喔 那現在兩邊這樣對比可能會比較有差異 會覺得這邊好像顏色比較偏淡 跟在手上一比也超明顯 但老實說我平常就是只有兩邊都用這一隻的時候 就是沒有覺得兩邊的顏色有差很多 或是不自然什麼的 或你是覺得自己的眉毛有點太黑太濃的話呢 我覺得這個染眉膏就會非常適合你 看一下持色力 Roman這邊持色力還蠻強的耶 所以如果你有追求高持色染眉膏的話 也可以參考Roman這邊 眉毛為了讓它協調 所以我這邊呢也換成Roman的顏色 那我現在雖然是黑髮 但是其實如果兩邊用這個顏色也不會很違和 這個顏色我覺得如果說你是平常會喜歡染那種霧霧的顏色啊 天亞麻綠亞麻灰的話 這個染眉膏也會非常的適合 那再來是Wong Joon的眼影盤 這一盤是3號色 然後它整盤是比較偏暖色系 那它其實算是彩盤 6色眼影之外這邊還有一個腮紅 手上刷色 它整盤就是暖暖的 然後非常輕柔的配色 那我先用這個膚色打底稍微先整理一下 然後再疊上這一個粉色 那用它裡面的深棕色來拉眼線 那這盤完成拉 那這盤彩盤其實一直都賣得非常好 然後我也觀望了一陣子 因為之前出的1號色跟2號色 顏色都比較偏冷 那這次3號色顏色就非常的暖 所以我覺得相對是比較適合像我這樣子的黃肌 那它眼影的粉質真的非常的好 在Lofto上面給它的評語也是說 它的粉質是特別的融入肌膚 後來眼瓶是很像你眼睛 天生就有一點粉粉嫩嫩的感覺 但是說真的它的顏色就是大家盤裡看到的這樣 本來就是設計偏清淡 比較是那個韓國老師他自己平常的風格 因為他平常畫女團的風格 就是整個眼睛是把它處理的很乾淨 用這樣子一些淺色系去整理 然後呢再畫一個比較明顯一點的臥蠶 要說的話這一盤應該比較偏向白開水妝的那一類妝容 但是我自己覺得在白開水妝裡面來說的話呢 就我覺得它還是讓我的眼睛有變化 然後顏色雖然是清淡 但就感覺只是跟平常的風格不一樣 也不會覺得說好像塗老半天不知道塗什麼東西的感覺 有感受到它的細緻度 不過如果你本來就沒有很喜歡這種妝感的話呢 那這一盤可能會覺得用起來沒什麼感覺 所以我覺得這一盤呢它東西品質是好的 但是呢本身的一個配置可能會比較容易有一些喜好問題 就是需要去考慮到你平常喜歡的發色度或是妝感 那我們也直接用它裡面這一顆腮紅 它裡面的腮紅顏色也非常好看 我覺得它整盤設計就真的是畫那種比較元氣活力妝的那種感覺 就是有那種雖然說是走清淡路線 但整個人的氣色還是可以很到位 那腮紅的話當然一樣粉質也是非常的好 它的粉真的非常的融入肌膚 當然用刷具畫眼影的時候它是會有一點小小的肥粉 可是可以發現它的粉質在眼睛上跟在臉上 它算是偏向沒什麼粉感的 然後腮紅上起來的感覺是這樣 就整個搭配起來的話我覺得還蠻協調的 因為它顏色就直接已經搭配好 接下來睫毛膏呢入榜的是這一支 Maybelline的Sky High睫毛膏 那我今天特別拿的話呢是這一個 棕色版本的 因為好像黑色的應該大家都已經看過很多開箱了 Maybelline這支棕色它不是真正那種深咖 它是比較偏這種巧克力色我覺得蠻好看的 那可以先用梳子這一側 它是真的還蠻能夠去刷到每一根睫毛 不管是眼頭眼尾這種很細小的 它都能夠去包覆到 然後可以再用後面這邊稍微頂一下根部 霍林睫毛膏刷起來的樣子 這支睫毛膏在台灣也很紅 所以我覺得應該大家都已經知道它厲害 但我覺得很難得是歐美系彩妝有這麼溫柔的咖啡色 因為還蠻多咖啡色的睫毛膏 其實就有時候跟黑色沒有辦法很明確看出差別 可是這一支啊 側面的時候是真的稍微看得出它的焦糖色 像今天搭配這樣子比較淡一點的眼影也蠻適合的 再來是它刷出來的睫毛妝感啊 是這種根根分明的感覺 它刷頭雖然比較特殊 發射出來是這種比較偏金屬光的感覺 它有出一本彩妝書 然後它是寫說它是臥蠶的始祖 所以它真的非常會做臥蠶產品 那我剛用它的眼影 這個臥蠶我已經覺得差不多了 就是它調的顏色啊 或是質地都真的很適合拿來做臥蠶 那這支筆就是可以在這邊更誇張版 就一樣呢我們把臥蠶擠出來 然後直接畫在最肥的這個地方 然後因為它是金屬感的 所以整個凸出來的效果會更明顯 其實像我是沒有加下面那條線 因為我黑眼圈比較重的關係 我覺得加那條線會讓我黑眼圈很重 然後是把我的遮瑕推掉 那我現在沒有效的狀態 你們看這邊也是凸的 那塊肉真的膨起來很誇張 雖然我剛剛這邊已經有做一點臥蠶了 不知道對比明不明顯 這邊臥蠶真的超級肥 不過買回來也沒什麼練習 它就是超好上手 總之臥蠶最肥的中間就可以了 我覺得它會效果這麼好 應該是因為它的顏色 然後跟它的質地 它的反光效果非常好 所以膨起來的感覺更明顯 兩邊完成是不是 真的臥蠶超肥 然後呢看起來臉這邊會比較縮短 好像跟平常妝感變得有一點不一樣 那一樣它的優點就是不容易掉色 這個真的是戳都戳不掉的那一種 所以如果你有喜歡臥蠶的話 這一支真的非常可以收 再來是眼線類 陸榜的是這兩支 K-make這一支的話 它CP值真的很高 因為它很便宜 但是大家不要買錯系列 我會找比較詳細的品名 放在下面資訊欄 因為它包裝長得太像了 我之前有買錯過 然後我買錯的那一支比較容易暈 這一支的話就比較不會 然後而且它有名的就其實是這一支 你看它有多滑順 然後我這一支是偏木綠色的 也很適合秋冬的妝感 我稍微把剛剛眼尾的眼線卸掉 然後用這一支K-make來畫 可以看到它真的非常滑順 然後它筆心也算滿細的 也可以去畫這種睫毛之間的空隙 那拉出這個眼線也是非常順手的 很多人可能會用眼線刷去拉眼尾 這一支它本身裡面是有帶一點膠感的 那如果說你是要用刷子去拖出眼線 也是沒問題 那它真的滿好上手的 然後油潤度也是剛剛好 不論你是要直接畫 或是搭配眼線刷都完全OK 再來這個也是我用好幾年的眼線液 那我這一支是挑比較淡的咖啡色 一樣我把剛剛的眼線擦掉 我們用這一支眼線液直接拉 它筆心有一點點彈性 所以你在拉的時候呢 我覺得是有更順手的 因為像現在眼影也比較淡 所以我就特別喜歡它這一種淡淡的牛奶咖啡色 這一次看了LOFTALL的評論才知道 它已經要迎來發售第15週年 然後算是一個人氣不滅的眼線液 再來是修容組 再榜上的話呢 一樣有日韓隔衣 這個是大家比較熟悉的 TUKU FOR SCORE的修容盤 這盤真的紅好久了喔 應該說算是這種三色修容盤的十足吧 手上刷色 就是它的顏色的話呢 也算是三色可以自己去做調合 那我平常的話我大概都是用這兩個顏色 那大概在顴骨這邊稍微修一下 讓線條比較順 然後深一點的地方呢 就可以去打這個下顎骨的地方 雖然我很常趕著出門來不及修容 但不得不說油畫修容真的還是蠻有差的 另外半邊呢 用這一個是MB的修容棒 這個是MB它品牌剛推出的一屆明星商品 比遮瑕膏還要在前面 然後那時候這一支遮瑕筆超級紅 後來可能其他東西太優秀蓋過它的光芒了 是這樣子筆狀的修容 然後呢何菲玉介老師教的用法非常的驚恐 那我們就學它試試看 那它是說就直接在臉上這樣畫一條 然後跟這邊 然後呢 嗯 在下巴這邊寫一個 戒 戒刷的戒 這樣子 那一開始看到覺得超荒謬 但是沒關係我們就試試看藝術家的做法 然後呢一樣用它招牌的美妝單 往外推 它不會很難推 對筆本身的話是蠻滑順的 那整個推開完是這樣 我也不知道有沒有擦欸 這樣看得出來嗎 因為其實兩邊也算是都修容了 但這邊一定是比較沒有邊界感 因為邊界我們剛剛是用美妝單去推 這樣臉有比較小嗎 我也不知道欸 這支筆是好用的 然後確實是這種質地在修容上面 這樣子用美妝單去暈開 絕對會比較自然 因為也是美妝單可以把一些多餘的量給帶走 然後修這個下面呢就是製造這種自然的陰影 我覺得效果真的也蠻好的 但是 唯一就是實際其實我買回來我非常非常少用 因為就是比較麻煩嘛 還要再拿美妝單 然後在那邊畫畫畫 然後慢慢的推開 那用粉的話一定是更快 結果純粹是趕時間 但如果說欸今天有想要精緻妝容 精緻修容的話呢 它是一個好用的東西 再來是唇膏 也是日韓族 那有LAKA跟LILIMEW 一樣LILIMEW在前兩支影片有比較詳細的分享 所以呢今天就以LAKA為主 LAKA這系列的唇膏確實在今年我好像也蠻常用它的 這一支是201 這一支是210 這兩支是我最常用的色號 這一支201就是很美的無花果色 然後呢它的質地就是非常的保濕潤澤款 那整體是比較偏水光的妝感 它就是不管今天唇況如何隨時拿出來擦都會很漂亮的一支唇膏 它的顏色遮蓋度也蠻好的 可以整個把嘴巴唇周的暗沉都去遮蓋掉 那這一支是比較偏向中型的玫瑰色 所以呢我覺得是比較不挑膚色然後不挑妝容 那另外可以看到這一系列的玻璃光唇膏啊 因為它本身是這種比較帶滋潤度的 所以會讓嘴巴看起來有那種更飽滿的感覺 那以上就是今天的影片啦 希望你們會喜歡 那歡迎大家在下面多多留言聊天喔 記得訂閱頻道才不會錯過影片更新 今天先這樣啦 掰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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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sleep 不知道 就 一邊 會